材子2021年被踢爆交往秋风泽期间 又与昔日好友痘痘的男友和梦远互动亲密 双皮惨案重创演艺事业 今年3月签心东家的他力评付出 但人甩不掉负面评价 面前他受邀出席831高雄生日趴嘉宾 却引发不少网友不满 甚至还有粉丝扬言要退粉831 可见材子的负面形象仍无法抹灭 根据CT1接到爆料 先前有购物中心邀请他担任一日店长活动 甚至还推出可以合照签名的福利 但却没想到近来负贫太多 厂商紧急将活动喊咖 活动甚至也取消 询问门市人员后得到答案近视 因为材子的负贫就换人了 更透露在26日将由乐天女孩取代 只能说材子目前的一举一动 也是网友们审视的目标 要成功洗白可能是难上加难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